未落实教师待遇法治化 保障教师经济生活及维持基本待遇知己 使教师待遇的保障更完整 立法院22号三独通过教师待遇条例修正案 将教师待遇本薪加给奖金等权益法治化 导师费的部分跟特教老师的特教津贴的部分 这次都把它纳到他正式的待遇的结构 列入植物加给 我想这个也是对这些辛苦的老师的一个鼓励跟肯定 立法之后公立学校的老师 他相关的不管是续新改续 他一些相关的基本精致的规范 都用法律的层次来做规范 另外在草案第十七条 对于私校教师职务加给的准用功效规定 先前引发私校教师不满 经过朝野协商之后 最后三读条文将得字删除准用功效规定 否则恐让私校大开减薪巧门 若因此删减掉教师学员费 私校助理教授月薪 可能只剩下本凤的两万九千四百三十五元 有关于私立学校老师的保障的部分 那在这个法里面 我们把这个基本心的部分 基本心的部分 已经跟他在法律上规范 一定要跟功效做一致 那职务加给的部分 也规范他准用功力学校的规范 另外教育部也特别在条文中增加罚则规定 对于违反规定的私校 教育部可以连续开罚十到五十万元 直到学校改善为止 教育部预估心智可加汇 全国约六万名的私校教师 接下来我们在大陆台北市采访报道